字幕提供 馬斯克這一次是烏克蘭這場戰爭 能夠打得這麼漂亮的 最重要功誠 馬斯克還跟普丁單挑 但我們來看馬斯克 其實最近的利多消息不斷 包括他在這個時候說 我的股票要再度分拆 不是得一拜 過去已經分拆過了 起到變成了 他說這一次我又要分拆了 我們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別人在分拆我們在減資 友達在減資 所以在今天甚至於 大家都說台股是虐貓現場 友達要現金減資20% 換句話就是說你拿兩百股 換兩塊錢回來 人家分拆一夜暴漲8% 所以 辰言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其實很漂亮 特斯拉概念股今天都是強漲 像同志其實點很久 卻又沒來 他也叫 像王董的有沒有 順德也是啊 包括同心電 這是過去一段時間 都沒有所表現 給馬斯克賽聲對不對 那其實這告訴我們今天 我們來換一下特斯拉的一個 股價的一個走勢 因為他宣布一拆二 十一股變二十一股 這個就很像拿到S有沒有 拿到兩張嘛 我再拆 感覺未來前景無限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看 你看那特斯拉的股價 我們大漲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對 好 人家的股票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友達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比一下來 一定要比嗎 當然要比啊 昨天減肢的這一檔是 小的樣子 人家是小的樣子 我們是小的樣子 對 我回來講 分拆 為什麼分拆 分拆有什麼好處 當然基本上 因為他決定要一拆二 他本來股價你看 給特斯拉 比如說他本來一千多 那我這麼一拆下去 我就一半了嘛 那其實對小股東來講 小股民來講我可以買啊 也可以出盡活絡啊 一千多這是美金耶 美金啊 美金啊 1091耶 一股耶 沒錯 這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進場去買 一分拆之後 第一個先讓股價 把它變低了 對 那股價低了 大家的意願高了 一般的 小投資人 小散戶就可以進去買了 沒錯 而且他 這個華爾街的分析師 馬上跳出來說 一千四 馬上來 就是因為他出來 我支持他 對不對 他分拆後還喊到一千四喔 就這一段時間 他認為在他正式分錢 有機會衝到一千四 那這個40%啊 那我就現在趕快來買啊 那反正分拆完 如果你又再漲回來 我賺更多 所以他其實去年 不是去年喔 2020年8月那時候 不是做了一次嗎 好 我們來看他過去的分拆史 他過去也不是沒有分拆過 當時那個分拆的結果 讓他漲了多少你看 當時一股拆五股 2020年8月分拆之後 股價漲了1.46倍 同一段時間 他在分拆的這段時間 所有的特斯拉概念股 維生 對 也都漲 最大還是維生期 2.24倍 比特斯拉漲得還多 同志漲一倍 所以其實他 因為我分拆如果帶動了 大哥在漲 小弟跟著開心 一定有帶動的效果 這一定有帶動的效果 好 那實際上我覺得分拆 對股市本來就是一個 對個股來講 確實是一個很正面的 最會分拆的是誰 蘋果 我們蘋果也是這樣一直削 一直削 蘋果拆過多少次 你看1987年 他真是屢拆不厭 兩股 兩股 七股 四股 1987年就開始拆了 2000年 2005年 2014年 2000年 20 1235 總共拆過5次 拆到後來 你一股變兩百股 娟姐你又不很高興 我本來買一股變兩百股 我本來逼他直接 可是如果股價不漲沒有意義 問題是 可是問題是 一股變兩百股 股價還漲了437倍 這樣開心嗎 然後你再乘以兩百股 你突然覺得 增值8.7萬 難怪有部電影說 你一定要吃蘋果對不對 他原來就是這樣 也就是說一股變兩百股 股價又乘以437 兩百乘以437就是你的獲利 8.7萬 所以當2020年 他不是這裡不是有講嗎 他一股要拆四股對不對 好 其實有沒有帶動 相關的蘋果乾淨股 確實是有的 確實是有 除了大力光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他又要吃蘋果又要吃這個鳳梨 又要吃芭樂 當然就會遇到一點狀況 好 來 除了大力光 大力光還跌了51%之外呢 其實大部分的蘋果概念股都是漲的 對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現在真的電動車太熱了 也就是說油價在漲 大家去搶電動車 而且最主要是電動車一直在漲價 一直漲價 我還賣翻了 而且那種感覺就是 江貝哲一直買單 那很爽啊 就是我漲價你還要再買 那我再漲 你又要再買 4天 他說4天 在那個小鵬說華東的店面 4天賣了100輛 我漲價你還要買 那我當然繼續漲 甚至跟上個月比一口氣喔 成長50% 你這樣那個Suzuki還跑去印度 花了好幾百億 把印度的電動車廠給買下 對 因為其實Suzuki在印度 本來就很受到流行 因為前五大熱銷車款都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是比較沒有的Suzuki 因為Suzuki 印度可能他不知道什麼叫Suzuki 那個名字在印度不會有 是 400億 你剛才講那個400億 買那個電動車廠 未來還要再投400億 每次比上 它是買塔塔嗎 沒有 要去跟塔塔拼 如果能買塔塔 那不得了了啦 姐姐 買塔塔這還得了 那是戰略718 印度我只認識塔塔 所以我問一下 不是買塔塔 是要跟塔塔拼 沒錯 沒錯 好 那當然其實講到這樣 那既然這樣子 過去的歷史經驗 不管是蘋果還是亞馬遜 還是過去的特色 分拆就是利多 分拆就是大漲 所以我們回來看 現在的電動車概念股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電動車概念股的部分 實際上我們在整個評估上 當然第一個 我做兩個 一個是持續過高的 一種是它本來就一直在漲 持續過高的 像這個新唐 華晨 還有大統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疊生的 因為這個利多消息出來 反彈的 像同志 胡連 還有順德 但這中間還是有門道 那我要選持續走高的 還是選疊生的 還是兩個都會漲 沒有 其實我很快的 讓我解釋一下 首先這個我一定會打差 這個我一定會打差 為什麼 形象不好 我就講一個 不要談形象的問題 哎呦 股價不談形象 不是 因為它去年的 第四季雖然賺錢 可是營益率是負的 而且他騙我們 他還是沒配息 對 這都 我們以為他會配 這是主持人的立場 被騙 剛才並無關 好了 不是 投資人有那種 被騙的感覺 你一直以為他要配息嗎 對 我應該要支持你對不對 要站在你這邊 好 那這兩個 基本上獲利都是穩定向上 我覺得是OK的 那疊生的很多人覺得說 疊生是最大的利多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同志的營運 獲利是持續在走下坡 這個我就覺得 所以你要找創性高的 對 然後 但是這疊生裡面我覺得有一檔 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因為它獲利是很穩健 而且營運是往上漲 我們可以特別看一下 疊生反而你認為 狐聯有機會 對 其他兩個我就沒有興趣 但這一檔我一直搞不懂 因為它的獲利是很穩定在向上 那我去看它第一季 這個月 一月跟二月營收還在成長 本益比其實相對是偏低的 所以這一檔我倒是滿有興趣 在疊生裡面 我這一檔我是有興趣 好啦 陳妍先不要回去 我們投一下票 所以電動車概念股你是舉圈嘛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來舉一下票 電動車概念股在特斯拉 分拆的利多之下 是不是一個好的做多標的呢 請舉牌 來 一票 兩票 三票 再加你就四票了 OK 好 那我們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別人在分拆我們在幹嘛 還有誰要看 有人要檢討誰嗎 我要檢討 來 今天呢 今天這個梗圖很夯 因為呢 大家都說台股在街變成虐貓現場 因為友達昨天宣布解釋 其實我是一直看不太懂 好 因為本來叫做面板珊瑚 現在是面板三貓嘛 所以以前 對 以前我們叫面板珊瑚 什麼晶圓雙熊嘛 是啊 結果他們畫了三隻貓的意思是說 面板珊瑚變面板三貓 而且我們愛貓人士還被虐 為什麼被虐呢 因為他們說擁抱友達 頭腦阿達 加碼彩晶 膽戰心驚 買進群創 身心瘦創 結果是滿滿的韭菜 所以我們回來看台股經驗最流行什麼呢 減資 我們來看看宣布減資 我們往下來看公格 宣布減資的這四家公司 從長榮開始 始作勇者 減資六成 配息18塊 3月15號宣布以來 股價跌了14塊 這個憲哥剛才已經罵過了 好 第二個宣布的叫國巨 減資兩成 配息10塊 3月18號以來股價 雖然小漲 但是縣徒其實 說實在沒什麼表現 好來 實權呢 減資3月25號 3月25號以來股價跌了一成 我們再來看友達 虐貓現場 減資兩成 配息1塊 3月28號以來股價跌了 因為昨天才宣布 對 應該還是會持續疲弱 整體 我覺得 還要持續疲 不是 因為 就是愛貓人是還要持續被虐 對 然後他只能抱著他自己的貓 為什麼 其實減資基本上來講 對整體未來股價又變高了 然後是不是產業就沒展望了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從這個角度來看 減資實際上確實不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好 不管是為了經營權之爭 為了捨不得把現金配給投資人 還是為了節稅 不管任何理由 這些減資股 我們是不是應該避開呢 請舉牌 好 不管公司為什麼減資啊 他們會講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 1 2 3 4 大家都認為減資股 你還是不要理它吧 千萬不要被它虐了 我讓你再延遲出現 每個方都有 4 4 3 5 4 好緊張的 幽略 9 4 4-5 10 3 4 4 8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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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9 9 9 10 9 9 10 10 10 1 traditional